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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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学除法与乘法的关系 12个格子分成每排6个有多少排 那我们一共有24个格子 然后我们要分成多少排 那我们要先知道每排有多少个吧 所以24个格子我要分排每一排有6个 那我们的算式呢就要写24除6等于4 那同学们如果还不会除 那之前我们学过乘法嘛 所以我们就要想每一排有6个有多少排呢 那我们就可以被6的乘法表 166261236184624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4乘6是24 4就是有4排 6就是每一排有6个格子 4排乘以6个格子呢 我们就一共有24个格子 好那乘法是我们从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 乘法4乘6等于24 好我们看号码4624 那如果呢我们是除法的话呢 我们就到转过来写 到转过来写 你看哦 这边是4624 那你现在你就把24写在前面 好6一样在中间 然后前面的4边去后面 你就写成24除以6就等于4 好就像课本里面画的这样子一样 看到吗 好那我们再看其他两个例子 好现在呢 2乘3等于6 2 3 6 那如果你倒转来写的话 就是6 3 2 那乘法呢 倒转过来的时候就要写成什么 要写成除法 就变成6除3等于2 2变去后面 6变来前面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3乘2等于6 这个是3的乘法表 或者是2的乘法表都一样 那你看 然后6在后面 我们就掉来前面 那3在前面 我们就掉去后面 所以我们就会写成 6除2等于3 会不会很难呢 应该不会 是吗 那同学们有把乘法表背得好的话呢 那做这个就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数学活动本的第58页 好 我们学过了 我们就要来试试看 我们刚才有没有听得懂呢 好 活动时除法与减法和乘法的关系 A 用减法计算以下个题 好 第一题 20除以5等于多少 好 那我们要是这个是用减法的计算法 所以我们下面呢 会用减法的算式得出答案 好 那第一次 20减掉第一次的5 还剩下15 一次 然后呢 15减5等于多少 15减5多少呢 同学 对了 答案是10 好 第二次嘛 一次两次 我们还有10对吗 好 10再减5等于5 10支手指头打开 然后关掉5支 那是不是 剩下这个5根手指头 这个一次两次三次了 好 接下来 5 再减掉5就0了 减掉0了就是表示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几次呢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25可以分成四次的5 好 那就减了四次 明白吗 那同学们你把这个4呢 写在这边的时候 不要忘记 在上面的这一个除法 算是后面你要把它的商 商就是除法的答案 把这个商写下来 好 这两个的答案是一样的 好吗 同学 我们继续做第二题 第二题呢 老师开个头 好 30除以6 等于多少 那一开始你要怎么写呢 你就写30减6 好 30减6 答案是24 那同学们 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算到这个答案的话呢 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个活动本的有空白的地方 有空白的地方呢 你做这个算式 做指示 你就写30减6 然后你算 那如果这个号码上面的号码不够大的话 你要记得跟左边的那一个朋友借位 这个在减法就学过了 好吗 好 24 那还有对吗 还有我们就要继续的减 24 18除2等于多少 老师 18除2 这是乘2对吗 那你要被什么惩罚表 你被2的惩罚表 122 224 326 428 520 6212 7214 8216 9218 对 就是928 所以这边的答案是9 那这边的答案也是9了 看得到吗 这就是乘法和除法之间的关系 那同学们这样子会不会做 好 我们再看一题 下面的 下面的就 老师为什么空空的 到底要写什么 好 我们先看 3 第三题 56除以7 等于多少 56除以7 等于多少 那要怎么写 我们要把这个算式 乘法的算式写出来 那把多少写在前面 同学们可以画一个空格 或者是直接打空也可以 好 什么乘 7 等于56 那不是这样子写就好了 好吗 那同学们 现在呢 你就要被7的乘法表 什么乘7会变成56 那你得到的这个答案呢 上面的这一边的答案 也必须是一样的 好 我们试试看好吗 17 7 2 7 10 4 3 7 21 47 28 57 35 67 42 7 7 49 87 56 对 答案是8 好 所以这边也要写8 所以我们算得到了原来 56除以7等于8 好吗 好 那今天的这一个课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Lots食べver答案是9 6 6 1 6 5 1 22